立法会财委会仍表决 海洋公园54亿元撥款申请 跨党派都要求有后备方案 大部分未表态会否投赞成票 但政府和园方都强调 没有Plan C 谭晓彤报道 海洋公园急需政府撥款54亿 否则下个月就要倒闭 命运就掌握在财委会 但跨党派都不受落 市民就会觉得 你是救还是赌钱落海 那你只是两只手臂斩一只 不做威胁 其他方案是什么呢 你又没有回答我们 鱿鱼鱼粒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局长你也要有一个Plan C 就好像放了两个猪骨头 给他们议员去捆的 还有一本大三个方案 这样的财政状况之下 我相信没有一个Plan C 例如水上乐园 超支十几亿 你都没有交代 为什么纳税人要帮你还债 半年之后债务重组各方面 我再相议 我绝对相信债权人一定会谈的 我想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才来到这里 虽然不是没有尝试谈 跟债权人有任何讨论里面 如果能够省得到一份 省却到的一定会回到赴房 两个小时的会议 18个人发现 只有何君堯和黄定光表明赞赞败款 但黄定光所属的民建联就未有决定 工联会都一样 如果你真的有选择困难症的话 那我可以帮忙做个宗旨的 他说稍后可能动议中止代逐 迫使政府提交新方案 呼吁建制派议员支持 财委会星期五会再开会 有线电视记者谈讯同步到 请不吝点赞财